我們來看高雄市發生 這一個非常囂張的竊賊 這個竊賊先假裝要裝東西 所以跟冰冷湯的老闆娘要箱子 後來趁著老闆娘外出去送 冰冷的時候 跑回到店裡面去 結果就把這個店裡面 價值兩萬多塊錢的財物 全部搜刮走 本來好心借給他的箱子 竟然是拿來裝髒物的 這個老闆娘知道之後 又無奈又生氣 看到竊賊身影老闆娘好激動 監視器畫面拍到戴著帽子 穿格子襯上竊賊抱著紙箱 快速騎上機車逃得無影無蹤 箱子裡裝的都是才剛從 檳榔攤偷來的髒物 在他們公布要用的東西叫 拜託我一個箱子給他 結果他拿你的箱子 搶你的錢放在裡面就對了 老闆娘可氣壞了 因為這名竊賊15號中午 假意要買檳榔 叫老闆娘外送到指定地點 還要了空箱子說要裝東西 沒有想到老闆娘前腳剛走 竊賊後腳就進來 這是店內只有老闆娘 救度小五的女兒獨自顧店 那個人就說旁邊有人要交東西 要什麼叫我去問 我說不行 媽媽不在我不能走 就把她往外推叫她去問 然後因為我女兒也被她嚇到 她就趕快跑過去 然後看一看沒有人 她又趕快跑回來 已經就沒有了 就整個抽屜全部都開的 老闆娘外送發現根本沒人叫檳榔 才驚覺自己種了釣虎離山季 安靜返回店內卻已經來不及 竊賊將店內將近兩萬元的財物搜刮一空 竊賊抱著裝滿髒物的箱子逃逸 不過過程都被監視器拍得清清楚楚 也呼籲附近檳榔灘注意類似手法 不要再有人受害 民視新聞 報告文宋李嘉隆高雄市報導